俗哥说电影,方老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惊喜片的恐怖鸡 影片一开场,犯了事的叶小燕认识了一名叫斯琴艾尔的小姐 叶小燕谎称自己也是做这行,取得了斯琴艾尔的信任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叶小燕干掉斯琴艾尔之后 利用斯琴艾尔的身份前往香港 要说叶小燕的化妆水平那是真不错 捣吃完之后简直跟斯琴艾尔一模一样 连海关那些老员工都没看出问题 斯琴艾尔的老公龙套叔刚刚在香港取得了身份 本来两口子说好的斯琴艾尔要来香港投奔的 可他在机场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可把龙套叔给积坏了 香港海关的分头叔非常的警惕 他把叶小燕上上下下看了个遍 也没看出什么破绽 随后叶小燕利用斯琴艾尔的手续 很顺利的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 斯琴艾尔从业五年有很多的回头客 本来叶小燕打算从这帮男人里找出来一位联系联系 可打了一圈的电话 不是联系方式坏了就是根本不常认证的 一个比一个绝情了 出租车司机翔哥是个不求上级的男人 跟老婆离婚之后 他把女儿往孩子的奶奶家一放 自己整天的寻花问留着窝窝窝窝 一天晚上 这哥们收工之后又开始在街边下雪 说来也巧 刚好跟叶小燕撞了 此时的叶小燕兜里是蹦字没有 正在发烧晚上怎么办 翔哥雪中送炭把叶小燕留回了家 当叶小燕发现翔哥是一个人住之后 便有了一个大胆的笑话 交易完成之后叶小燕打车离开了翔哥家 翔哥走进卫生间 发现叶小燕的项链掉在了地上 其实这也是叶小燕故意的 不仅如此 叶小燕还拿走了翔哥的通讯录 和她闺女的照片 她的计划从这一刻起已经开始实施了 转过天 翔哥的妈咪李大妈到幼儿园 接自己的孙女小萝莉 叶小燕一路跟踪他们来到了家门口 没过几天 翔哥又谈妥了一笔生意 当她带着女孩回家的时候 叶小燕开车突然出现 直接就把翔哥的腿给撞断 自打腿被撞断之后 这翔哥老实多了 一天晚上 翔哥正在家做康复训练的时候 叶小燕不请自来 这次叶小燕的态度显得非常的有诚意 强烈要求要服侍翔哥 翔哥经不如叶小燕花言巧语的诱惑 把门里打开了 叶小燕一进屋 把所有的门窗全给关死 当翔哥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 已经完了 被叶小燕五花大板固定在了轮椅上 翔哥在江湖上闯荡那么多年 没想到居然在阴沟里翻了 这心里甭提有多憋屈 接下来 叶小燕开始对翔哥刑训逼供 把翔哥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 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问了个遍 叶小燕问这不多的目的 其实是想让即将来香港的老公酱油哥 代替翔哥的身份 就像他代替思琴艾尔的身份一样 由于这翔哥几乎没有朋友 而且跟他妈咪的关系闹得也很加 加上又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因此他出事之后 根本没人来看 一天晚上 叶小燕到海边接自己的老公酱油哥 可由于刮台风 他老公暂时过不来了 而与此同时 翔哥的妈咪李大妈给儿子打了一电话 当妈的毕竟还是心疼儿子 可电话通了之后一直没人接 这李大妈有点不放心了 于是把孙女小萝莉放在了邻居王子边家 然后打了个车来到了翔哥家 李大妈进屋一看儿子这种情况下了一套 当老太太正准备解救翔哥的时候 叶小燕坑巧回来 七里咔嚓就把李大妈给杀了 叶小燕这边刚摆平李大妈 小萝莉突然打了电话 叶小燕按照老公的指示 套出了李大妈邻居王子边家的电话 随后叶小燕拿着李大妈的钥匙 来到了李大妈所住的公寓楼 然后拨通了翔哥通讯路上李大妈家的电话号码 根据电话铃声锁定了李大妈家的具体位 然后他又拨通了邻居王子边家的电话 确定了王子边家的位 叶小燕谎称自己是李大妈的亲戚 要带着小萝莉到翔哥家 王子白和王子八年龄都大了 脑子也不像年轻那伙转的那么快 听了叶小燕的话之后 基本没想那么多 就把小萝莉交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而与此同时 翔哥也在家展开了自救 但叶小燕早有准备 把家里所有的电话线全都插断了 不过这也难不住翔哥 这哥们拖着两条断腿 居然一步一步的爬到楼下 叶小燕带着小萝莉打车回到翔哥家 本来他打算把小萝莉干掉 但突然发现小萝莉居然有心脏病 这个丧心病狂的女魔头 居然良心发现放了小萝莉一脉 叶小燕抱着小萝莉回家 发现翔哥不见 于是他急忙下楼寻找 眼瞅着翔哥要打到车了 叶小燕灵机一动 给出租车的总裁打了一电话 点名让停在楼下的这档出租车去接了 看着出租车突然的离去 翔哥的心都碎了 要说叶小燕这身体素质那是真好 死拉硬拽愣是把翔哥弄到楼上 翔哥说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 你为啥要杀我全家 叶小燕说我以前的房东想非礼物 我和我老公就杀了他没加入 然后就成了通缉案 我们在逃跑的过程中 我老公的双手也被惊全咬断 我们夫妻俩非常的恩爱 我相信你也会为我们惊天地 弃鬼人的爱情所感动 所以大哥你就认命了 一直等不到老婆的出现 这龙套叔不甘心呢 他知道思琴爱尔如果想在香港待下去 那就必须拿到身份证 于是他便整天在身份证办出顿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当叶小燕来取思琴爱尔的身份证的时候 正好被他递个正刀 叶小燕当时也有点梦圈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然后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说龙套叔抢了自己的东西 群众们都非常的配合 也不问问具体情况 直接就把龙套叔团团为主 叶小燕去接他老公交友了 可等了半天也没见他老公的出现 当他正往翔哥家走的时候 被不甘心的龙套叔盯上 龙套叔跟着叶小燕一路来到了翔哥家 发现了被五花大宝的小萝莉 龙套叔正在给小萝莉松绑的时候 听到动静的叶小燕偷袭了他 不过龙套叔可是个练家子 上去就把叶小燕给做梦圈了 翔哥说赶快报警和大哥 龙套叔这边刚准备报警 叶小燕的老公酱油哥及时赶到 酱油哥自从双手被狗咬断之后 花高价干中了一对杀伤力极大的意志 当场就把龙套叔给干掉 翔哥一看当时就吓鸟 小萝莉一看这局面 再不跑肯定的脸壳饭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夫妻俩一路追踪小萝莉来到荒鸟野外 发现小萝莉藏在了一个石洞里 酱油哥一看小萝莉不肯出来 于是便用泥巴把洞口给堵上 叶小燕之所以一直不杀翔哥是有原因的 她是想保住翔哥的手 等她老公过来之后 在补办身份证的时候 能够用翔哥的手蚌指纹 本来小萝莉是凶多吉少 小萝莉的尖角声 酱油哥急忙去追了 可每次都是狗脸兔歪物 影片的最后 小萝莉被抢前人员给救了起来 叶小燕和酱油哥意识到 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急忙毁掉所有的证据 隐姓埋名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此片三观太不正 杜不动就要人命 坏人全是高纸商 警察根本没有用